核四基本上我是反對的 基本上我是反對核四在興建 很重要所以要講三遍 台北市長柯文哲臉書發影片 主動再提核四商轉 核電一停掉它少12% 你那個再生的又追不上去 中間那個gap要怎麼處理 蔡政府能夠很清楚的講述說 你未來這段時間電都不會缺 難道你真的要用愛發電嗎 除了分析還不忘說蔡政府 能源政策不夠務實 柯文哲把在議會沒機會說的 通通在臉書一次講個夠 出席里長座談會前 也要再表明立場 民進黨如果說他反核 那你們要跟大家講說 你如果核四真的不蓋了 後面要怎麼散後要講清楚 不是說 我想說每天大家都在那喊話送 說到核四就有氣 而日本政府預告兩年後 將把核廢水排放到太平洋 引發臨近各國反彈 對於蔡政府態度 柯文哲也不滿意 如果是我會要求 就說請日本政府公布你的處理方針 日本政府會說兩年後 我猜他也是丟個方向 風風向球 看看大家怎麼反應 就不要說台灣會有意見 周邊國家還有美國還有中國 還有南韓的 大家一定會關切 核能爭議從核四到日本廢水 柯文哲主動碰觸台灣最敏感的反核議題 再度掀起潮野矛盾 黃宇新聞蔡宇智 李微遇到品質疑 特有報導 核能爭議